李敖有话说 这一次从北京到上海到了香港 凤凰电视台的刘昌乐老板 在香港让我挑了两件长袍 做工手工很高级的长袍送给我 我穿了这个长袍中的一件 做这个节目 很明显的跟大家做一个区隔 做一个区隔的表示 告诉大家 我现在做的节目 是从北京上海香港回来以后做的 是新的节目 同时告诉大家 我要把我这一次 在祖国的一些行踪 一些感想 灵魂惺惺的告诉大家 做一个大家所不能够想象的发挥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英文字典里面 你们查到了最后一个字母的时候 Z XYZ Z字母的时候 大家看到会有一个字 叫做ZIGZAG 叫ZIGZAG 什么是ZIGZAG ZIGZAG用北京话讲 叫趋力拐弯 就是它是锯齿形的 我手里大家看拿着个锯 这是锯 锯推出来大家看看 这是锯齿形的 就是一身一身 这样子锯齿形的 这个就叫ZIGZAG 锯齿形的 这个ZIQ代表什么 我跟大家说 我李夺有一个最大的本灵 就是把抽象的意思 用具体的表达出来 这就是抽象的意思具体化 什么是ZIGZAG 当你迂回前进的时候 你是在前进 当你扑腹前进的时候 你是在前进 可是这样做干什么呢 是有利于你的前进 而达到你要达到的效果 或者说 这个在锯齿形的方法 就是说 我是用一种迂回的方法 可是我在前进 每条蛇都是这样前进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 当我用它锯齿来描写它的时候 不只是前进了 它发挥了它的力量 英国文学家克莱尔 他藏书的时候 有人贴了一张叫藏书票 就是这个藏书 是我的藏书 上面的一个蜡烛的图案 下面一句话 说我燃烧才有用 这个大蜡烛 它不燃烧 摆在那里是个装饰品 我燃烧了以后才有用 所以它的藏书票 克莱尔的藏书票 上面的蜡烛的是说 我燃烧才有用 这个锯啊 要锯东西才有用 锯东西的时候 才发挥了 它这个ZIG ZAG的威力 它这种锯齿形的威力 因为它锯东西才发挥出来 换句话说 看起来它是一个锯齿形的 是个弯曲形的 好像是一进一说 一进一说的 实际上 它这个锯齿形代表它的力量 整个的我所看到的凤凰电视台 就是一个锯齿形的前进 就是一个十一样的这样子前进 为什么 大家知道 纯黄电视台的老板 刘长乐先生吗 这是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 我们在记者会上的 我跟刘长乐先生 这个人长得非常的魁梧 体重200磅 刘长乐先生 亲自到台湾来 跟我吃饭 约我回祖国一趟 我就老的招数自拿出来了 我说我怕坐飞机 不可能的 这一次刘长乐老板 说你怕坐飞机 OK 我们搞一条船 甚至高级的游艇 爱之船 开到了基隆港口 台湾的最北部的基隆港口 你上船 上船以后 这个船 然后又到香港 把你放下来 然后你从香港 不坐飞机 到了广州 广州火车开出去 给你挂一辆最后的火车 叫专列 专门的列车 挂在后面 咕咚咕咚咕咚咚咚咚 到北京 你还有什么理由 怕坐飞机 不要坐飞机啊 很好啊 我就问他 从广州到北京坐火车 要多久啊 他说 要差不多三十个小时 把那个折腾死 我说OK 我说我坐飞机 原来我不坐飞机 是逗着玩的 搞了一个借口 好 我说现在好 那我 敢于你的诚意 我就去北京一趟吧 这个事情啊 在今年春天 三月前 我们就相认好了 结果中间 插播了 什么连战 这些人 张三李四 去北京 把我们这个节拍 把我们的预定 这进度啊 给搅乱了 不愿意跟他们混在一起 所以就退职了 从三月退职 退职 退职 退职到九月 才成行 九月成行 大家以为 我李奥 是不连战的后尘 到北京的 其实不是的 我们早在连战 要去北京以前 我们就做了 这个决定 所以这一次 我到了北京 可是由于我在这段旅程里面 陈刘长乐老板看得起 朝夕跟我相处 每一个点都陪着我 我们也聊天 我比较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在这个时候啊 出了一件事情 华盛顿邮报 美国的大报纸 他们在九月十九号 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专门写刘长乐的 这篇文章呢 大家看呢 就标题的意思 就是他这种电视 比如说不是官办电视 是私人企业的电视 他们虽然得到了 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令人看待 可是呢 他还在尝试 突破那个底线 或者说突破上限 虽然他跟党中央关系很好 虽然他是一个私人企业 虽然他干的这行生意 是最惹麻烦的生意 你怎么玩电视呢 你去玩纺织嘛 你去造脚踏车嘛 为什么你玩电视呢 这个行是最麻烦的一行 他干了这一行 今天就是凤凰电视台 所以呢 华盛顿邮报 就把他一篇长篇报道 报道了这个故事 报道了刘长乐先生 怎么样的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去推动这个擦边球 打球一样 擦边球来在祖国存在 并且呢 大家觉得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存在 所以整个的故事呢 就这个故事 完全讲刘长乐老板的 所以呢 他这边有一段说 这就是53岁的刘长乐老板说 说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走钢索嘛 我们在小心翼翼的走路嘛 对不对 他说如果我们每件事情 都照着政府的意思来发展的时候呢 人民可能对我们就不太高兴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按照人民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呢 这个政府呢 又不高兴了 所以我认为刘长乐先生 就清清楚楚 大家注意啊 人民和政府不是对立的 可是看事情看法 可能有不同之处 刘长乐先生 他就用疯狂电视台 就是慢慢的推动这个好难啊 大陆还有官办的电视台 还有很多其他的媒体 也会对凤凰电视 这个一路走红 看得不舒服 难免会有 所以呢 刘长乐先生 是在这么多的阻碍 这么多的潜伏的困难中间 这个在前进 到了李敖出现 不是这样子吗 我李敖出现什么结果呢 我开几玩笑讲 什么都怪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最坏 我最刁 我闯的祸最多 我是个祸头子 所以呢 我在跟他们开玩笑时候 我跟我刘长乐老板 王继颜 二老板 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还说 不要什么全怪我 你们闯的祸也不比我少 你们比我还坏 现在一切都归到我头上来 什么意思啊 所以现在就说 传的祸都是我李敖闯的 不对的 他们自己也 我们北方话讲 那儿坏啊 就是闷的理也很坏 可是呢 这一次由李敖出现 李敖在凤凰电视台 出现了四百场 这次我又到了北京上海 乃至于香港 大家看到 李敖最坏 就把别人呢 好像那个坏的部分呢 坏的责备呢 就减轻了 我感到愤愤不平 所以我在跟刘长乐老板 聊天的时候 对二老板 王继颜 我们叫他王院长 我谈话的时候 我也表达了 我的抗议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华盛顿邮票 用这么多的时间 这么多的篇幅 来报道刘长乐 看到没有 来报道刘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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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的故事 大家看到刘长乐 讲的一句话 可能传播有误啊 刘长乐说 为什么我们要是北京生气 让别人去干这件事 让别人去得罪北京 为什么我们要得罪北京 这可以看出来 刘长乐 这句话如果是真的 看出来刘长乐先生 他的又大胆又小心 又冲又收缩 这种技巧 他今天能够使祖国的言论自由 祖国的视野 做某种程度的开放的时候 我们觉得不能不承认他的本领 向美国发生911的事件 当那个双子星被炸掉的时候 第一个传播这个信息 传回到中国大陆的 不是别家的媒体 也不是别家的电视台 而是刘长乐的凤凰电视 这就告诉我们 经过努力 信息的努力 友善的努力 你不要恨我 我对你是好朋友 或者说我跟你是一家人 这种情况底下 凤凰电视台才有今天 可是我必须说 当我聊到了北京 在北京大学做了第一场演讲 在清华大学做了第二场演讲 在上海复旦大学 做了第三场演讲 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我本身 我告诉各位 我是那种单干户 个体户 并且是呢 我们北方话讲的 愣 这个愣不是没有智慧的愣 不是傻小子那种愣 不是愣小子那种愣 是一个深无远虑的那种愣 就是在刀口上 我愿意跟你赌一下 就是我的性格 某种程度的 那种他们说我是流氓也好 或者赌徒也好 我有这种气魄 可是 当我感觉到 会影响到我的朋友的时候 我也会在技巧上面 稍微斟酌一下 或者在言语上面斟酌一下 在表情上面斟酌一下 我曾经讲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我们中国语言在改变 好不说我们今天讲说朝三暮四 你这个人朝三暮四反复不长 是不是 可是真正的朝三暮四不是这个意思啊 真正朝三暮四典故是一个叫鞠躬 是养猴子的老头子 他养了很多猴子 他跟猴子说 我早上给你们果子 三颗三个果子 晚上给四颗 这猴子就火了 他说好不好 说我早上给四颗 晚上给三颗 好不好 猴子就高兴了 对老头子而言 三颗早上四颗晚上 和四颗早上三颗晚上一样的 都是七颗 我的本质没有任何损失 可是我的排列方法 会使猴子们快乐和不快乐 朝三暮四他就生气 暮四朝三他就快乐 那我给你暮四朝三嘛 我没有损失嘛 请大家注意啊 我一代声明 我没有把任何人 或任何团体当猴子 我这告诉大家 当你一个人觉得 你的基本立场 没有损失的时候 你要说的话照说 要表达的意见照表达 要放的火照放 要浇的水照浇的少 你何必 或者说不必 永远要一根的表情 一种表情来表达 你可以斟酌去取 斟酌先后 斟酌轻重 你可以重话轻说 严肃化当玩笑来说 我理要有这个本领吗 不是吗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讲演 我告诉各位 我在北大讲金刚弩木 在清华讲菩萨迪梅 在复旦讲尼古斯凡 悟道一以贯之 我跟孔夫子一样 我的立场完全一样 一句话都没少说 我告诉各位好了 可是在技巧上面 我能够使别人高兴 能够使别人生气 那为什么使别人生气呢 没人生气才证明了 我下面能使你高兴 那个陪衬 换句话说呢 当我使你生气的时候 你觉得我是个坏人 可是当我表现友好的时候 因为你的标准 是拿坏人来看我的时候 忽然我变得很温柔 你会觉得 哎呦 这个人是好人 我没有把那个 那一场演出来的时候 你看不到我这一场 这就是技巧 所以对我而言 起尘转合是一回事 什么叫起尘转合 就是这里面有 轻重 有虚击 有虚击 有层次 有上下 有破转 破软 这才是好的演讲 这才是聪明的人的演讲 不是吗 所以我再讲一遍 我让保子表达的话 一样都没少 可是表达的过程 会使人有不同的解读 尤其是那些 别有居心的人 像美国人 纽约时报 弄那么大篇幅来捧我 你捧一天 第二天就凉了 怎么里奥的弯 怎么转过来了 他不是干共产党的 他是捧共产党的 完了 他觉得他上当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使他上当 而是我本身这个起沉转合 平上去入 全都是这么来的 根本是一回事 对我而言 是一种音调 只是分了平上去入 而已 我跟大家讲 我里奥没有这种本领 我也不要走江湖了 我也不要笨了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本领 我这次跟大家才表演出来 所以我佩服刘长乐老板 他们能够统筹那么大的企业 能够做这个 这个资格的事情 我里奥当然也会 尤其在别人家里 像刘长乐老板的家里放火 我最会了 所以我后来 王继言 二老板 照了照片 我分别提字送给他们 我跟刘老板这张下面写 就是货头子里奥 我根本是闯货的 可是我能闯货的人 解灵还是细灵人 解灵和细灵都是我 什么原因呢 就是根本是在我的操盘之下 我给大家看看这段话 大家知道古代有苏秦张仪 苏秦和张仪都是纵横家 能说善道 能出搜主意的 或者好主意的 他们都是鬼姑子的学生 苏秦先出道 到六国 联合起了六国 去抵抗秦国 张仪他的小学弟也出道 就投奔苏秦 苏秦给他脸色看 不提拔他还打击他 张仪气的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忽然来了一个商人 慧眼是英雄 就看到张仪很潦倒 跟张仪说 我愿意帮你忙 给你吃香的喝辣的 穿金带银 漂不得了 然后搭线去见秦始皇 去见秦朝 这样子你去了以后呢 就可以跟苏秦 他的联合六国 抵抗秦国 打退台戏 结果张仪就跟着他 他的布局 最后呢果然 德军行道 跟秦国 打上皇帝 打上过线了 忽然 这个大好人 这个大富翁 这个有眼是泰山的 这个朋友 要跟张仪说再见了 张仪说 你怎么离开我了 我报答你还来不及 你怎么离开我了 这个人说 我不是我 我是你的老同学 你的学长 苏秦派出来的人 他就让我演这一首戏 他来打击你 让你恨他 穷途潦倒的时候 我来救你 然后你跟我合伙 我们到秦国去 干什么 去德军行道 为什么这样做 苏秦说他是人才 你张仪也是人才 我们压宝 不要这样压 他去压 合同那个表 那个宝 联合六国 来抵抗秦国 你呢 你也是人才 你去压联合那一宝 就是联合秦国 去打六国 这样子 哪一宝输了 我们都是胜利者 哪一宝赢了 我们也是胜利者 我们第六人才 要能会压宝吗 每个宝全压 永远不会输 张仪听到以后 大叹一声 《史记》里面的记载 大家看原文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最后 张仪远 绝呼啊 大叹一口气啊 哎呀 此在无数中而不悟 我是在 无数中 在苏秦的 整个的设计里面 整个的权谋里面 我还没有觉悟 没有想到 居然没有想到 无不及苏君 我赶不上 我赶不上 苏秦的 灵意 我赶不上 太明显了 我赶不上他 所以看到没有 这就是告诉你 人就是这样子 大家不要搞错 都在李敖的树中啊 可是我没有恶意 我的表演 我的启程转合 我的喜怒哀乐 都在我的招里面 传达给大家 大家因为我而高兴而高兴 因为我生气而生气 或者因为生我的气 忽然破提微笑 觉得李敖是可爱的 生了白天气 觉得他更可爱了 这是我的 整个的是我的布局 整个是我的招 今天我把大家真相 讲给大家听 我没有恶意 可以使大家这么样的 不断的有刺激性的镜头 惊心动魄的镜头 可以生气 可以快乐的镜头 我觉得不是很好吗 大家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你们都输了 接下来请观赏 美丽有道